这周我发现了两部可能让你心情愉悦的作品 首先是由一野满里奈主演的作品 他成功底呈现出那种既甜美且有些局促的戏剧氛围 另一部则是由魔王机星人田野游开出了一场好球 尤其是他灿烂且充满阳光的微笑更是令人难忘 是来征询九位归乡直至父亲病重 他才与先生回家一趟 又这趟行程也让先生明白他不喜欢回家的原因 家里总有几位无所事事的长辈指使他做各种家事 至于金松祭布是一位亭亭玉立的演员 在这部作品里不仅展现了拿手本领 更以激奇的态度打动人心 期待未来他的更多其他作品 攻下灵爱的弟弟是一位缺乏斗志的口生 为了奋发向上他暂时借助姐姐家 然而不久后他便失去了其中注意力的毅力 使得姐姐每天下班后还得负责督处地理学习 在这部作品里 每股猪鹰化身为谦卑不醉的代表 从南天门一路续摊到了蓬爱东路 新人演员塔乃花林原本专注于摄影 如今踏入演艺圈 这部作品成了他的首秀 又他的演出或许能带观众重回大学时期 体验青春般的阳光气息 我个人非常期待他的后续作品 河北彩花对于前辈Nek一直都有好感 然而Nek却比较迟钝 同时他还有女友 迟到这天 这两人由于错过摩班车才终于得到把话说开的机会 这个夏天大学生佐词伴照搬来这座小镇 在这他遇见了瑜伽启蒙老师竹内有记 而原本只打算专心念书的佐词伴照 由于竹内有记的建议和慰问 开始在闲暇之余尝试起瑜伽 放松因课业而导致的紧绷身心 丰富爱是一位每天都辛勤工作的护理师 又长时间的工时让他早已疲惫不堪 因此他只好安慰自己周末快来了 这样他就能在全心全意底投入寻防和照护病患 美国演员Madison Will在这部影集中 饰演一位热爱登山的女子 又在一次的登山活动里 他由于逗弄野狗而遭到追赶 幸好得到热心人士及时协助才得以脱困 而巴西演员Vittoria Beatrice在影集里通常饰演那种 对于他人或自己都毫不留情的反派角色 与刘木莎罗和自己先生最近在相处上出了一些问题 而在坊间这有个说法 只要夫妻共同前往某地 则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所以他们便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前往这家旅馆 临木和绝内照参加了这次的户外教学 却由于不被其他同学所接纳 只能躲在房内喝饮料 又他们也是真的衰 在喝了饮料后 居然鬼化变成僵尸 导致权力因 借月光 甲子 四川里红 日向油粮等同学 顿时望风而逃 场面一片混乱 天公花醇和他的先生 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然而从某天开始 他们的沟通似乎出现问题 于是花醇之后向上司左川影视询问 自己的先生最近在跟进那些计划 昌本景乐中于学习 而他整天只想打电动 不过就在他想要向昌本景请教时 却发现他跟上潮流 正在体验当红的VR设备 橘金花是体大学生 近期他收到一个邀约 希望他能协助推广 这个泳衣品牌 周五下班后 没有试作 不妨像沪川奈美和西海紫苑那样 与同事小聚 而甲子与本田桶 也选择了类似的安排 三兵围每天都过得相当充实 他对自己的生活 有着明确的规划 然而继父金井永泰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 尽管金井永泰 在用心准备各种美味餐点 但三兵围或许更加喜欢自己安排一切 这间学校一直流传有一个传说 夜晚留校时切勿出身 否则会招来不响 然而 昌本井北野未奈 美圆荷花 新井李珍 弥生美月等学生 却偏要在学校里逝的挑战这个传说 兰赖美娜在父亲礼艺后 与佳月光成天无所事事 兰赖爸爸虽然努力劝说 但他们却无动于衷 幸好最后有专业諮商师前来协助 田中宁宁在一家咖啡厅工作 但他的工作态度问题频出 导致客人喝 同事都对他朋友维持 矛盾一再升级 逢着美娥接获一个邀请 等他到了现场才发觉 诶 曾宋大甫 沃浮田中 金锦永泰 西岛雄界等人 居然都提前来了 这次由美圆荷花主演的作品 设定相当有趣 他与男友住在一间公寓 自从新住户日生一搬进来以后 不知为何美圆荷花 竟然只能倒退走路